现在看到的人民币最近的贬值压力 扁破了7.2到7.25 7.26甚至于可能会像7.3 甚至于7.5去推进 那么这一波贬值的确让人家有点侧目 就是说这个关心中国经济跟金融的人都会发现 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当前的一个热门现象 那人民币的贬值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是中国经济自己目前比较走衰 所以很多资金在外流 可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造成了很多的人民币其实流到境外 透过的一个是国家的央行跟央行之间的 所谓货币互换协议 就是两种本国货币用什么汇率 用多少利息来做互换这件事情 都事先约定好 那这种货币互换协议 原来中共的想法是把人民币推向国际去使用 但是很多国家因为他们有庞大的美元债务 所以他们超额的使用了这些人民币 然后拿到人民币以后换成了美元 然后去还掉他的美元债务或做他的美元用途 所以实际上不是人民币国际化 背景还是要用美元 那人民币这个送到外面去被外面国家的人拿来抛售 在离岸人民币市场 比如说香港来抛售 那这样子的结果会挤压到中国或者香港的外汇储备 那这样子的结果因为外流的人民币很多 这些人民币拿出来在外汇市场抛售的话 那当然对人民币构成一个压力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那么中国的央行到底要不要来对这个汇率做防守 如果央行要防守这个汇率的话 那表示那个行情在上升的这个美元 他必须拿来抛售 然后如果他抛售的话 他会伤害到他的外汇储备 所以他必须确认一点就是说 这个汇率如果不能防守的话 守不住的汇率 拿外汇出来抛售是在浪费 所以他中央银行会很想知道 让市场能够恢复多空平衡的那个汇率水平 到底在什么位置 他要去摸索这个 然后呢市场上的炒家 也会测试央行的防守底线 我现在是7.26你接不接 你不行我7.28你接不接 就是炒家不断的把人民币来那个做贬值 就是做沙盘 然后看看那个中央银行这边 有没有出来防守 有没有这个决心 那么现在看出来中国不是透过人民银行 而是透过国有银行手上的一些外汇 在香港抛售来缓和这个贬值的这个压力 那所以这个才引出影子储备 就是说不是列入中央银行官方账面上的外汇储备 那这个部分比如说商业银行的那个 跟客户之间的那个结汇以后取得外汇储备 那本来这个外汇储备应该往后 就这个 那个跟央行交易 到央行这里 然后商业银行就变成换到那个 人民币变成它的 准备金 变成是这样子 现在人民银行要把外汇挡住 不要多 外汇不要一直进来 那就是一部分外汇留在商业银行 如果商业银行还要再挡住的话 那就是一部分外汇留在 那个企业那边 因为企业将来也是会做这个 也会做到这个贸易上的这个需要 买原料机器设备 也要用到美元 所以呢 这个整个过程是 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央行 尽量不要把外汇都一直收进来 要挡住 那这样的那个做法 其实台湾以前有过嘛 就是说为了避免台币过度升值 要把那个外汇挡住 不要全部进入央行 那所以呢 中国的商业银行手上有一些外汇储备 这个被称为影子 储备啦 是这样来 那这个部分的金额估计六 总共三兆美元 跟官方的加起来大概六兆多一点美元 那这个会 这样的外汇储备 坦白讲 你要拿来跟中国的外债来做比较 中国的外债其实也超过 二点七兆 大概到二点九兆三兆这个附近 那所以呢 以中国人民银行来讲的话 他必须考虑到外债的偿还 因为这是别人的钱是要还的 那所以剩下来的那个外汇储备的话 他如果被这些俄国啦 阿根廷啦 巴西啦 甚至于那个巴基斯坦还是北韩 拿到人民币来抛售的话 那你的外汇储备会被挤压 会被掏空 所以他也只能说 不抵抗不行 不防守不行 可是呢 他也要必须审慎的去判断 不能把手上有限的外汇储备 浪费掉 对于那个守不住的汇率 他就干脆弃守 他会移到那个还有可能守得住的去防守 是这样子 那目前中央 中国人民银行的那个主管 这个换人 由那个前副行长潘公胜来接 那么这个有一个含例是说 原来习近平在二十大 被媒体上宣称为大获权胜定于一尊的情况下 他虽然是军委主席 但是他未必抓住枪杆子 然后他的钱袋子现在也未必抓住 因为这个财政部长跟人行的行长没有换人 那现在他就把人行的行长换人了 表示说他还是有大权在握 那但是呢 这个有关汇率的防守这个问题 并不是人行行长换人的问题 因为这后面牵涉到两件基本的问题 就是外汇储备够不够用 够不够应付各种贸易上的需要跟还债 金融上的需要 那如果你的那个外汇储备其实不够用的话 那么在资金外流的情况下 你还是会有压力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更严重的 就是这是一个信心问题 中国的经济跟金融的前景 是不是能够赢得投资人的信心 如果信心动摇的话 你再怎么守都守不住的 因为有更多的资金要急着跑 你只要有所换宽 比如说美元存款 定期存款的利率降下来 可是很多人去买美元定期存款 这个一样的那个逻辑 就是说重点已经变成 从外汇储备的够不够用 变成了一个信心的问题 如果信心还是动摇的话 那么再多的外汇储备 都守不住这个汇率 而且之前这个中共的方面 一直在宣传这个 所谓人民币国际化 巴西 俄罗斯 阿根廷 但是就这几个国家 最近都大举的这个 释出人民币就换成美元 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当然它是一个 为什么要怎么做 我刚开始不是跟你讲了吗 就是说这个是人民币 现在贬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离岸人民币市场上面 有来自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跑售 然后离岸的行情 在带动在岸的行情 那所以你就会看出来说 人民币国际化 反而暴露了人民币作为 国际货币的一些缺点 包括它没有办法自由兑换 包括它没有一个更健全的 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 来作为投资工具等等 那所以人民币的国际化 到目前为止 也只能停留在一个 很有限的进展 是这样子来的 没有人币平台 我不知道 防 scar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